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修奥腾的硬盘 前阵子我是修了一块大号的奥腾 今天我决定来修一块小号的 有多小呢?容量只有16G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问了 这么小的容量修它的意义在哪里? 你说的对,如果单纯修好它使用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有意义的是它里面的资料 毕竟这种盘也就十几块钱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SSHD 就是机械混合硬盘 原理上这一个盘也是类似的 奥腾的这一块盘打上驱动以后 就可以给速度较慢的机械硬盘 或者是SATA固态 当一个外置缓存来进行加速 原理就是JBO的原理 通过它自带的驱动程序 可以识别出你常用的文件 然后把它缓存到这一块固态硬盘上 缺点如果就是这一块加速盘坏了 但是机械硬盘没有坏的前提下 你的电脑的机械硬盘 可能只能看到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名称 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空白的 如果驱动刚好把硬盘的分区文件记录表 缓存到了这个固态里面 这时候你的硬盘就会变成一个 未初始化的状态 或者是直接提示需要格式化 因为奥腾的这个驱动 它并不会把你原来硬盘上面的数据 再备份一份副本 目前这一块盘好像是停产了 当然如果不做加速 把它用作小号的固态硬盘使用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扯得有点远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网上自行搜索一下 硬盘是同行那边的 据说它的原始故障就是进水 然后自己捣鼓了一下 也没有成功 这个主控是加焊过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 主板后面还冒了一个泡 我们来看一下电流是怎样的 现在这一个盘 它的电流是已经没有了 这只有我转接板上的电流 所以它的手术指针非常的充分 解决方案也非常的简单嘛 直接换料板 因为像这种16G的奥腾 我也是第一次修 所以就一下子准备了三块料板 有备无患 先把它的主控 以及这一个颗粒给它拆下来 这一个颗粒的焊盘封装也不是我们之前常见的那一种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是见都没见过 主控也拆掉 哇 这么小的 现在的情况是操作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一个颗粒倒是还好说 主控这一边的球可以说是非常的密 而且我也没有这一种钢网 好在这一个焊盘还算完整 所以我决定来堵一把 给我一秒钟的时间 我把这一个主控以及颗粒给它安装上来 花了我漫长的一秒钟 已经把这一个主控以及颗粒给它重新干回去了 能不能好呢 就看这一波了 现在这个电流是已经起来了 可是电脑这一边呢 依旧是无法被识别到 如果说是这个主控我没有干好导致它不识别的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有的 因为这里的点位实在是太密了 而且我也没有重新植过球 要么就是进水以后 主控也跟着一起烧掉了 像这种主控有大概率是经过加密处理的 如果它真坏了 那我也没办法恢复 虽然只是我的猜想 但是今天因为参与的供体比较多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实验 有请我们的供体二号 这些盘之前我都是写了一部分数据进去的 如果这个主控没有加密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一号的颗粒装到二号的身体上 假设二号的身体可以识别到这个颗粒里面的资料 那就证明这个主控不加密 如果它无法识别的话 那就证明是加密了 我们现在把颗粒给安装上来 现在这一个颗粒我又给它干上来了 咱们来看一下 诶 果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就是加密的嘛 既然第二个供体都已经用上了 那就只好继续给它血占到底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主控以及颗粒给它扳一遍 如果还是不行的情况下 那我也没啥办法 只能认为是它的主控挂了 第二块料板换上来以后 依旧是无法被识别到的 那就证明这并不是供体上面的问题了 应该就是这一个主控进水以后也被一拨带走了 白白浪费了我两个料板 接着我们来看一块美光的2450 小小的但并不可爱 因为它是灌满黑胶的 硬盘已经在同行那边翻过一次车了 他想看一下我这个备胎能不能拉它一把 这里已经被焊接过了 咱们上电看看吧 电流稳定以后停留在0.238 硬盘我刚才短接试了一下 它是没有任何状态的 也没有识别到一个loom的分区 像这种无状态的盘要怎么修呢 老样子先给它把把卖 之前总有网友吐槽我这一个万用表的表笔 实在是太粗了 哎大千世界 有的朋友就喜欢粗一点的 有的就喜欢细一点的 我就是比较喜欢粗的 真难你们没办法 因为这一个表生来就是这么刚的 不管它是粗是细 只要能办成事情 那它就是个好表 但为了满足小部分朋友的需求 我决定把原来的表笔给它换掉 不要乱想啊 我这并不是一清别恋 因为这个表笔 它本来就是好的嘛 只是为了改善一下 之前一直在我视频上留言 强烈建议我更换掉的那部分观众的观看体验 插进去 OK 因为换新了 一下子我还不太习惯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来给它磨合 培养一下感情 后级这里 好像是没有供电的 只有一个3.3V的输入 我们调到电阻挡来量一下 这一路供电只有39欧 这个20欧 这里也是20欧 我怎么感觉像是后级短路了 应该是这一路短了 这里最低只有0.0几欧 我们来量一下这一边 应该是它短了吧 这个稍微高一点 这个电容两边都是0.0几欧的 它的协议最大 我们先把这个电容给它拆了 现在拿出我的手术刀 一刀下去 看看能不能要到并除 现在我们再来给它重新复查一下 还是短路的 看来要一针见血 真的有点难度 那现在就只好使出第二把斧了 我们来给它烧一下看看 现在我给它调了一个1V的电压 直接通电 电流差不多有2A了 应该能看到发热点的 尴尬了 这块盘居然找不到发热点 最红的地方居然是我的导线 这该不会是板层短路了吧 因为只有板层短路的情况下 才会造成这么多地方的组织 同时被拉低 而且还看不到发热点的 那我们继续进到第三阶段 直接给它换料吧 为什么我不一开始就直接换呢 我大概说一下自己的思路 能把原盘修好的前提下 我一般不会主动考虑去换主板的 因为像这种新款的芯片 有可能会在受热以后 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令我想起了 之前有些同行问我 他接了一个固态硬盘 因为做出来的数据效果不好 一气之下 把主控还有这个颗粒 全部给他干了一炮 结果可想而知了 就是起到了反效果 另一方面嘛 就是像近些年初的新款硬盘 有可能会出现主控加密的情况 所以我都是在有足够的理由 并且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才会考虑去换这个主控板的 毕竟换板不是最优解 先把它原来的芯片拆下来 再做一遍测量吧 还好这一个颗粒是没打黑胶的 颗粒拆完以后 这个电流依旧是卡在这里不动的 那就证明 这一块主板肯定是有问题的 现在给我一点时间 我把这一个颗粒给他干到新的板子上 现在这一个盘料板换完 是直接识别成一个一兆的分区了 这就证明主控跟颗粒是有加密绑定关系的 现在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做最艰难的决定 咱们再把这一个主控给他搬过来 因为这一个主控是灌满黑胶的 而且也不知道他是好是坏 如果是坏的话 那搬过来肯定也是不识别的 虽然说最近更新的PC3000 之前有这一个主控的支持 但是支持不代表一定能做 因为他是美光定制并加密过的主控 刚才我已经试过了 确实是不行 所以才只能出此下策 先把这个坏的拆下来 练一下手 本来嘛 我是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了 结果意外还是来了 这个料板刮到一半的时候 底下这里被刮断了线 因为我手上已经没有这一个料板了 只好再重新给他买一个料板 再试一遍了 如果他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也只好认了 因为这一个盘都已经修到一大半了 修一半不修一半 这不符合我的风格 我们继续来看QRC暴力测试 上次放假是直接送走了一块西数跟英特 西数当时我想格式化还能抢救一下 结果我这一格式化 就整个盘都没有了 目前这个8号盘 对应的就是西数的SN350 而英瑞达这一边是出现了严重的假期综合症 目前这一个速度是起不来了 当时我有给这一批硬盘全部做过安全擦除 凯霞这一边同样也出现了速度下降的问题 这跟去年的测试也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写入量的时候就出现了降速保命的情况 其他的硬盘大家就自行看一下吧 我就不念了 我想再过一个月左右 应该就能测出他们的极限在哪里了